回收廠老闆一見到員工家屬 激動的下跪道歉 因為國慶日一早 他們照常上工 四十六歲的黃姓女員工卻不幸喪命 同時也不知道意外是怎麼發生的 雲林斗六這間資源回收廠 女員工作業時疑似因為壓縮 打包機內有回收物卡住 爬上去查看 卻不小心跌倒摔了進去 導致上半身遭機器捲入 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喪命的黃姓女員工 已經有十五年資歷 對工作流程都很熟悉 卻發生死亡意外 同事錯愕 勞動部治安署也要徹查 並勒令業者停工 所以我們要罰他三十萬 還有停工 無獨有偶 雲林斗六還發生另一起公安事故 直接砂石坑裡出現一顆人頭 另外就在回收廠發生死亡意外 兩小時前一家砂石獄辦混凝場 由外籍移工不小心掉到坑內 整個人遭到掩埋 只剩頭部漏在外面 禁銷貨報道場將砂石卸掉後 順利將人救出 據瞭解受困移工 當時是想排除堵塞的砂石 才會進入坑內 卻被請卸而下的砂石掩埋 所幸人被救出後 意識清楚並無大礙 不過處理流程明顯有問題 職安署同樣要求業者停工 調查後最高可開罰三十萬元 近新聞王蕙如簡品街採訪報導 想看更多精采新聞內容 請訂閱按讚近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